白色轎车旁的男子 从车上拿出一大把冲锋箱 这是真的 而且要开枪的对象 是急血而来的黑色轎车 副驾出现一名男子疑似呛瞎 两部轎车人马都有持枪互开 短几秒各自开车落跑 刚好巡逻远警发现 大回转追了上去 这两部车分别各自前往 陈大和奇美医院 枪击案主使者冰阿中午 在台中汽车旅馆落网后 随即被押回台南 带头的就是他一条人命 他头抬高高毫无悔意 事发现场台南归人远环 也找到35个弹壳 原来两派人马是在台南安平喝酒 却起了冲突 相约谈判 就约在半小时路程外的归人远环 双方持枪互开 坐在黑车上的副驾 胸口和脖子总共中了三枪 失血过多急救无效 持长枪的无姓男子 则是被送医开到急救 死者搭乘的黑色轿车 在医院附近被找到后挡风剥离 到整个车身多达15个弹口 尤其集中在副驾驶座 白色轿车被拖回来 有四个弹口 两名伤者分别是被朋友开车送往医院 但因为涉及枪击 朋友把人丢包医院就跑 俯成街头冲锋枪和手枪 驳火连续35个枪声 附近住户惊醒 整起案件酿成一死一重伤 检警追查背后 是否有地方势力纠葛角力 三立圈王少尔热壁箱台南报道